以后还能不能让他招人呢 能还是能 一次证明赵小叶属于学院派 对不起 我这个给大家拖后腿给公司丢脸了 以后我一定会努力练球技啊 我觉得小叶是这样的 主要是你跟你老公啊 这个平时其他的交流太多 这方面的交流太少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 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好 所以我就不能让我们后面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当抬筋的 大家踩着我的肩膀往上走 是吧 你的肩膀太高了踩不着 我蹲着 所以刚才你跟大爷这么互动一番下来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而且大爷的这个身手啊 真的不像这个年龄的人 我觉得可能 大爷的身手感觉比你年轻 年轻好多真的 而且大爷的那个很灵活 非常的协调 非常灵敏 好请回 谢谢老师 来 大爷你给我介绍一下您是谁 各位老师好 我叫孙光耀 今年65 65 我驱暴了五岁 65 今年65岁 是一位篮球爱好者 打了50多年篮球了 你身体咋这么好 你都不喘 你看他喘成什么样了 从小就喜欢打篮球 就现在还是那样 我的床上 被窝里面始终放个篮球 被窝里面都有 几十年了 这就说跟篮球产生了很多的很深的关系 因为我十岁的时候 我们家住在这个一个小学旁边 看球场 打球人特别多 从来以后就受到感染 在您那个年代 您十岁的时候 也就是55年前 55年前是六几年了 六几年的时候 好像中国打篮球的还不多吧 对 而且这个在我们生活的社区这些胡同里面 好像也没有篮球架子吧 您拿什么打呀 买一个那个象棋球 大概在几块多钱吧 一块五毛钱 一块五毛钱 买一个球 就跟着他们大孩子 或者跟着老师后边 那时候跟着玩跟着打 从那时候就开始爱好 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到现在 说明是无补 您最喜欢的球星是谁 乔丹 乔丹 柯比 柯比 姚明 这是我最喜欢的 现在网上这个争得最凶的 就是说柯比厉害还是乔丹厉害 您怎么看呢 这个篮球是无国业的 从技术水平上 您更喜欢哪个 乔丹 乔丹 你觉得乔丹的技术更好 对 乔丹很有领袖风范 有统治力在场 但我觉得柯比很有人格魅力 对 不错 那您这个以前的工作是什么 当了两年的知青 在农村 后来76年去当兵去了 当兵就是参加了海军 在海军里面待了五年 部队里面也经常打篮球 经常打篮球 那时候体育文化生活特别好 那您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退休了 退休以后 我在银行里面给看门了 一个有1800块钱 1800块钱 钱不多 但是您很快乐 很快乐 找到自己的 就是人呢 要老有所为嘛 您身高多少 身高1米73 在您那年代这身高的 对对对 您打什么位置一直 都分后卫肩 共同卫位 那个时候也没分那么亲 对 对吧 对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上花式篮球 那是在1998年吧 98年 就是亚人会期间嘛 我到北京来 看到几个小青年 在工体旁边拿着玩篮球 就玩那个花式的 那时候花式篮球 98年 20年 在全世界 才刚刚 有那么一点点猛牙吧 才刚有 200年以后 才落有点普及 在全世界才有点普及 就是 我刚看到第一眼 我就喜欢上了 你们看那时候年龄已经 也40岁了 4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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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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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6 6